大团圆结局 鬼怪收视破记录 鬼怪昨晚大团圆结婚 收视升至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 成为TVN有限台 开台以来收视最高的韩剧 韩星孔佑 金高恩 李东旭及刘仁娜 主演的热播韩剧鬼怪 昨日零播两集 播出第十五集及第十六集大结局 讲述金高恩与加拿大 终于想起于孔佑的一切 两人相认拥吻 他们回韩之后结婚 度过一段短暂的幸福时间 但29岁的金高恩在遇到结属 发生车祸身亡 李东旭 送别金高恩 孔佑用着金高恩的亡魂痛哭 金高恩承诺会转世再去找孔佑 自己只是短暂离开 三十年后 刘仁那几里东旭已经转世再次相爱 孔佑仍是不灭的生命 他与加拿大在遇到转世的金高恩 仍有前世记忆的金高恩 表示找到自己的鬼怪 两人相视而笑 虽然剧中两人于三十年后再遇 但有不少网民 都认为不是大团圆结局 因为与孔佑相爱过的金高恩亦死 而孔佑仍是不死之身 亦不会 老 因此要继续面对金高恩的死亡 昨日第十五集的平均收视录的 百分之十八点七 最高收视录的百分之十九点八 而第十六集大结局 平均收视更达百分之二十点五 最高收视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打破韩剧请回答一千九百八十八 最终为百分之十九点六的平均收视记录 鬼怪成为TVN有线台 开台以来收视最高的韩剧 而剧组将于今日 在首尔论县洞举行杀科艳 而一众主演 亦会于今日一同出席剧组 某导演的婚宴 龚佳心看好陈凯琳最早嫁人无限的处女党 随着成员相继出嫁而瓦解 因此龚佳心近日率领尼众心计想花组成 少府联盟 结报 佳心更为看好成员陈凯琳最先出嫁 儿童剧的黄浩然及取笑众议为怨妇 文 由爱为 苏女华 龚佳心 陈凯琳 Grace 黄浩然等千万余电视成为平安谷 逐个桌拍摄一场闯入火场 就阿索女儿的戏分 佳心大爆近日跟剧中女演员陈凯琳 谭凯琪 沈卓 赢等开了一个名为 少府联盟的群组 当知悉优减嫁祸 我折扣优惠及相互通知 早前供购若嫁廉的暖水壶 寄洗鼻气 问道龙生少妇是否汉嫁 佳心说 我希望Grace快些嫁 遇到合适的就不要等 自己呢 愈来愈无期望 觉得自己坚固不来 有些人很懂分配时间 新年快到 但我连家中的杂物也未知是好 谈到闺蜜姚子凌传婚讯 佳心为子凌跟男友感情稳定 加上子凌是一个贤妻 义好希望对方于今年出嫁 被报告睡衣派对 至于黄浩然则透露稍后 要拍摄落水戏 以及赤博上演打斗戏分 为此要努力操机 她表示 因为年纪健大 加上有小孩后提早吃晚餐 晚上很想吃小夜 所以要开始借口 在旁的陈凯琳 急踢报说 你借口 但你是两碗饭窝 谈到城里 少府联盟 浩然大报说 我听闻一个秘密 这院府联盟想搞睡衣派对 陈凯琳急说打算于休息 日相约众女开派对 问是否性感睡衣是人 她说 是好可爱那种 我们只会骗了 同穿性感睡衣 刘德华传昨日出院 未见踪影 刘德华日前在泰国拍广告 多门受伤 常做医疗 专机回港治疗 昨日有周刊指华仔回港 当日 陪同华仔的医疗人员手持一个公文带 相信是华仔的电脑扫描飞灵片 带上写了三行英文字 透露华仔接受了胸 疼骨 框布和脊骨的电脑扫描 而连日来都有不少传媒 在养和医院等候 又传华仔昨日出院 但全日都不见她的家人现身 此外 梁列维陪老婆到医院产检 她表示 爱女的预产期是新年后 现在留港工作 随时陪老婆生产 又指自己是 吃汗 现在 正还和第二个女仔拍拖 并为鬼赚钱买楼奖励老婆 前家月则一早到医院做身体检查 表示不知道华仔正在留院 至于刘鸾雄 大刘 下午由刘凯甘比陪同下到养和医院 甘比全程细心照顾大刘 但没有接受访问 刘德华 睡着都会痛醒 申请出院被拒绝 刘德华 在泰国拍摄广告时 发生坠马意外 呈专机紧急返回香港治疗后 被医生诊断建议需要休养三个月 才能完全复原 不过 却有消息传出刘德华 想申请出院过年 但被医院拒绝 据港媒报道 刘德华因为状况逐渐稳定 不止心疼老婆医院家里来回奔波 女儿又不便出入医院 私女心切下 便询问医院是否有出院返家休养的可能 不过因为伤口未消炎 鼓励也需要时间愈合 担心若出院会使伤口恶化 希望她能继续留院观察 由于坠马伤势严重 虽然经过检查后无大碍 但不止骨盆撕裂伤 脊椎也有受伤 刘德华目前只能依赖指痛药减缓疼痛痛 不过有时睡觉依然会被痛醒 虽然目前被判定不需要开刀 不过仍需等待伤口愈合后 开始物理复健治疗 大约需要花费三个月 但是不过仍然被判定不需要 长时间也是两个月 不过仍然会被判定不需要